因为涉嫌金华城图利案被约谈 由于他拒绝夜间争讯 被检察官等庭逮捕 而对此支持者立即串联 在北界大门口抗议 还话说相信科匹的清白 而民众党紧急应变小组 则是公布了影片 怒呛北界晴天的搜索行动 是公然说谎 金华城案风暴延少 经过检方漏夜争讯 认为被告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正生 涉探污罪嫌疑重大 又串正至于身压境界 他的泄信妻子则是遭请回 而以证人身份被约谈的 柯文哲妻子陈佩琪 结束复讯后 在30号晚间将近10点 也被请回离开北界 那为什么会被列为证人呢 当现场早就挤满了 上百位科粉和科黑 双方不断叫嚣 火爆场面 连警方都差点拦不住 而身为被告的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因为拒绝夜间讯问 被检方当庭逮捕 留在北检拘留室 引爆知识者的不满 民众党紧急应变小组 隔天更召开记者会 呼吁检方不该践踏 正当的法律程序 相信比心 经过了19个小时 配合调查 没有人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会累 民众党公布画面 强调柯文哲在党部没有办公室 地检署却在民众党部 公共的办公空间翻箱倒柜 根本不是北检后来声明的 柯文哲办公室 质疑北检钓鱼室的搜索 公然说谎 小草们要力听阿贝 一早就包围北检 而挺客大将网红馆长 陈之看更在直播喊话 真的被羁押了 我就要看他的理由 那如果真的觉得 这件事情已经扯到一个地步了 我们当然就抗争 但是如果是真的有金流 他真的收钱 这个就完了 这个就真的是心碎 所以现在就等吧 如果今天他被押了 那个证据充满了黑箱 今天不用馆长出来 大家都会想出来 清华城岸稍不停 斯瑞克文哲遭逮捕 恐怕只是为这场政坛风暴 拉开序幕